我们先说说铜管怎么做 施工之前 水管管工首先要按照机电工程顾问批准的施工图纸放大图样 同时要做样板工序 工友要根据批准图纸上列出的尺寸来下料 下出的铜管料要用挫子挫好切口 这就好像女孩子剪完指甲之后要用指甲挫挫指甲一样 接着就可以把下好的水管分层摆好 准备运用到施工地点了 如果要弯管的话 直径必须是在28mm或以下的水管才能弯曲 使用的工具可以是手动弯管机或者是电动弯管机 不过在弯管的时候最要紧是使用正确的梦子 记住那些七折的水管是不能用的 如果要连接水管 就要先将大约50到75mm的包胶部分切掉 然后用砂纸把水管的外壁和配件的内壁擦平 再清洗干净 接着就可以涂上被批准使用的粘合剂 但是要注意粘合剂一定不能含有铅和亚摩尼亚的成分 因为这些会对人体和水管有不良的影响 接着就可以把配件接到管子上去了 连接管子的技巧那是很讲究的 首先要将接驳的部分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在加热之前先要用湿布把外套胶的部位包好 这样就算温度再高一点也不会把胶融化 对了 等同锡区内置的锡融化后呢 就可以在外落的接口处把锡条加热来确保填满了所有的空隙 再用湿布把它的表面抹到平滑就可以了 另外工友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把水管横放或者垂直向上来进行焊接 但是要注意接口的锡一定要均匀 而且还要把多余的粘合剂和锡清理干净那才算行了 如果用银焊来连接水管的话 要把溶接器具调整到适当的养合以缺处 直到形成中性的火焰 然后把水管和配件平均的加热后 再把银焊汁和烧焊剂放在接口上加热 使它溶解并且渗入 直到溢出来为止 那就可以了 挺聪明啊 当看到银焊变硬了 就可以用湿布和砂纸把铜水管表面的氧化物清理掉 而水管连接好之后 就一定要由管工进行抽样检查 那怎么样才算符合标准呢 现在特地把一根水管切开让大家看一看 焊接之后的配件和水管要连成一体 焊口要饱满 而且不漏水 这样才算合格的 还有啊 所有的水管连接工序呢 都应该尽量在水管运到楼面之前完成 这样才能减少在楼面上安装的时间 避免妨碍其他工序的进度 你说的没错 下好料之后 承建商要在施工现场做水管安装样板房 列明水平墨线 施工定位和电机设备的位置协调等等 做好完工的效果样板 工程师马上就能看到各种水管的排位是对还是错 确保安装顺利和方便日后维修 就好像有些人买房子吧 一定要先看看示范单位好不好才买一样呢 你说的对啊 安装水管和买房子那是一样的 不能随随便便 所以水管管工要按照批准的图纸 和对所有水管的位置是否标准 再由工程师批准及确定符合标准了 才可以进行安装呢 不过首先建筑商要尽快把下好的材料 运到安装地点